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短线上面涨一段 所以今天盘中震荡是难免 那么毕竟涨多了之后的话 那么有相对比较多一点的量表示 今天难免就会震荡一下 不过这个往上趋势是没有变的 那现在完全还是一个向上的趋势 所以你说指数今天震荡一下 震荡一下会有 但是行情还是一样会往上 对不对 因为到目前为止 其实这一波上来 但是这个获利是差蛮多的 因为有的人有赚大钱 有的人没有赚钱 因为今年的现象就是非常集中 当然是也跟产业情况不太一样有关 因为有的产业是大好 有的产业还好 有的产业就普普而已 所以今年每个产业状况差很多 那当然你买什么也会差很多 所以今年虽然是指数一路创新高 但是有赚到的没赚到的 赚多赚少的 你会发现跟不一样的人 结果真的差很多 那当然盘面上面最强谁 还是航运嘛 对不对 最强还是航运嘛 市场焦点也在这嘛 是不是 能够带你一路赚大钱的也是嘛 对不对 那今天全部都创新高 是不是 那航运里面当然有货柜 有散装 是不是 还有陈兰 对不对 那今天先来看看货柜今天是 全面创新高 好 这是今天长荣 那盆中差一点早听 阳明 对不对 盆中亮灯早听 万海 盘中也涨停 好 那么 当然盘中稍微震荡一下 好 那么还有包括散装 那陈兰在问说 航运股这么多 对不对 那也是不同的类型 那其实我认为不同的航运股 有不同的操作方法 倒不是大家都一样 那当然你可以把它分成 有货柜有散装 散装里面有分大船小船 那大船小船里面有 有很多有很少 因为很多公司它是有大的有小的嘛 那只是比重上有的是大的多 有的是小的多 对不对 有的是这个新的多 对不对 有的是旧的多 所以它们东西都还不太一样了 那操作怎么会一样 是不是 所以虽然全市场 市场上面大部分都把它全部挂在一起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差别 那操作上面来说 我认为也不太一样 对不对 货柜 货柜是主角 那拉回来是买一点 你就是拉回买 那简单讲原则就是这样 对不对 三脑都会涨 那当然如果以现在的位置来看的话 那常常跟阳明的比价空间就大很多 但是基本上都是站在买房 也就是说 这一组你拉回就买就对了 那整个航运的主角就是货柜 对不对 第三季最漂亮的也是货柜 所以这个是要买 那散装 散装又分不太一样的类型 那散装 散装我认为你是分段做 对不对 那当然每一段里面 涨的股票也会有些差异 是不是 有时候长大船 有时候长小船 是不是 那但是如果你把它衔接好的话 其实还是获利会非常可观 不过我认为散装基本上 是应该分段操作 对不对 那还有陈兰 陈兰里面当然就是台华首选 是不是 因为台华就是半个货柜嘛 对不对 所以它的空间是最大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 那今天常常也是创新高 是 今天盘中 是超五毛钱涨停 那阳明 那我们今天盘中涨停 这两个我认为 都有很大比价空间 对不对 那这种走法就是这样 它就是沿着五字线涨 那沿着五字线涨的时候 有时候乖利大一点它会停 就像今天这样子 它就是盘中会震荡一下 就把它交代掉了 对不对 因为它们要换手嘛 是不是再强的股票盘中都会 中途都会换手 但是那种换手就很快就交代完了 因为你只要盘中稍微震荡一下 很快就把短线隔洗掉了 那洗掉了以后你会发现 它不会太多拉回 所以这一类型的股票 我觉得它们换手就是在盘中而已 震荡一下就会上去了 所以你应该是低点就要买 对不对 低点就要买 当然这一块是非常非常强 马上就要公布份的 六月的营州也上了 那七月份又涨忘记付加费 对不对 七月的付加费 当时还是连续连涨三轮 是不是 所以那幅度又大 那八月 八月继续涨 那八月继续涨 对不对 七月都还没有 七月的价钱你现在才正准备 七月的价钱才刚涨 那八月继续涨 是不是 那八月涨的时候 来 我认为后面也还会涨 因为现在才刚开始涨 对不对 现在才刚开始涨而已 当时七月的价钱 也是在大概一个月 多一点点前开始涨 然后那时候还有一轮就翻 一涨就涨 连三涨 就连番番三次 那这次我们就看看 我觉得也可能还会再涨 对不对 那如果再涨的话 那就漂亮了 因为七月再涨上来 你现在接下来是看到 是六月营收 六月营收还不包括 七月涨价 那七月涨价之后 又八月再涨价 那其实他们成本都固定了 是不是 这涨价逻辑就以前讲过 那成本固定多出来的 这个都是 等于都尽力 对接下来 第三季就进入大好 所以他们其实不会回太多 那只是盘中上 难免会有点震荡而已 那你就是在盘中震荡 低点接 对不对 那大概盘中就洗完了 你洗完就继续上 所以我说航运的主角是在货柜 对不对 因为货柜是最明朗的 也是数字最漂亮的 而且如果从供需来看 因为明年供给成长3.1% 需求成长是4% 所以需求成长的幅度 还大于供给成长的幅度 那就更不要说 现在本来就是供不应求 现在本来就已经有缺口了 你明天缺口又过大 对不对 缺口又过大 报价又涨更多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是 接下来你一定要有的 是不是 这话我也不是第一次讲 接下来7月份你还是要有 7月份还是这个都会飙 是不是 还是会一路涨 而且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比价的空间又更大了 万海现在是300多块钱了嘛 那长荣现在才205啊 是不是还差100多块 那今年获利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而且甚至于长荣有可能是 比万海还多一点点 但获利差100多块会怎样 对接下来就会比价 是不是接下来就比价上去 我觉得长荣要明早价空间更大 当然他们两个现在都分盤交易嘛 不过陆陆续续都要解禁了 对不对 那今天盘中震荡是这样的 理论上它就是会往上 理论上它就是会再往上走 是不是 只是毕竟昨天也是大涨 昨天涨停今天涨又快涨停 那明天是不是解禁 所以今天会反映什么 今天提前反映解禁的震荡 懂那意思吗 因为你今天如果涨停锁住 明天就开高震荡 对不对 那今天提前先涨停 是不是 所以他就先反映明天的震荡 那意思就是说 明天解禁之后 可能的震荡今天就拿掉了 今天就先反映完了 所以反而你明天早晚一点 因为他今天已经交代完了 对不对 这种就是盘中震荡一下 再来就准备继续创新港 那阳明是不是 这个跟万海比价也是很大的空间 对不对 而且他马上就要定价了 准备要定价了 那其实之前压在这里的这个因素 很快就拿掉了 大家都在买 对不对 台华也是加码认购 是不是 台华也是要加码买 所以其实 这两个我觉得后面 就是最重要的主角 等于你整个航运来说 那货柜是最首选 那货柜原则就是拉回买 有黑一点就买 反正有震荡打下来就买 就是买点就对了 那但散装的话就 就是另外一个 对不对 散装就不太一样 不过讲到货柜的话 当然还有台华 是陈乃里面的话 三岛里面 当然是台华最强 因为台华等于半个货柜 他等于半个货柜 他自己海空路全揽了之后 再加上他又持有 他又持有货柜三九 他又持有长荣耀明 是不是 所以等于他排运上面有 自己又有 自己又有空运 海运 陆运 他就等于全包了 所以其实他自己也算半个货柜 再加上自己东西也超强 有没有 所以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赚钱的 想要在航海往上面 大赚钱就跟自己一起来 对不对 因为我可以带你马上赚 是不是 那进场之后就马上赚钱了 台华礼拜五的时候 早上很漂亮的买点 而且五万多张还很好买 五万多张你要买多少都买得到 是不是 礼拜五 来收盘就是涨停 礼拜一 对不对 这其实差很多 所以很多人说 我前面的航运来不及 其实你不会来不及的 是不是 但如果你从头现在开始 从头到尾一直看 看到年底去 你当然来不及 对不对 但是你只要有跟上的都来得及 那不过就是礼拜五的时候 礼拜五买 礼拜五就开始大赚了 这个礼拜礼拜一涨停 礼拜二 有没有 震荡一下 是不是 创新高以后震荡一下 震荡一下 只有礼拜三就从去 礼拜三又涨停 对不对 对不对 又两灯涨停 那今天又创新高 286.5再创新高 这样已经差多少 这样已经差多少 是才几天而已 还不到一个礼拜 还不到一个礼拜 在两百零几块 210块附近 现在280几了 你看这一个礼拜差多少钱 所以一定来得及 所以我就说 很多人你错过前面的主流 错过前面的标本 不要错过后面的 今年现在7月1号 对不对 等于下半年现在才刚开始 上半年其实你现在回想 真的有很多赚钱的机会 真的其实你可以像我们家大赚 你如果跟上半年跟我们一起的话 你真的就是不是就赚翻 对不对 但你反观其实是不是 是不是很多人没有这样 不是每个人都大赚 是不是 所以我说今年的行情有了 而且今年行情颇好的 下半年其实下半年会更好 对不对 但是你还是要跟对人嘛 事实就摆在你眼前 你看差多少 这样子一个上半年差多少 你不要说一个上半年 一个六月差多少 六月差很多 是不是 但那一个六月份 我好像有赚多少 好像有全面大赚 对不对 所以你还没有跟上的来 既然刚好是下半年的第一天 那7月份第一天我就先 我就先把这么多人 在问的问题先告诉你 是不是 货运你就是下来买就对了 你就下来就早买点 对不对 第三季的数字是好到爆表 好到非常强 是不是 然后第四季的时候 当然可能就平 但到明年第一季可能又要爆 对不对 所以股价那个还很大空间 所以我说航运里面 货柜你就是拉回买 散装你就是分段做 散装你就分段做 是不是 散装BTS数昨天也跌了一点 所以稍微跌一下 那散装速度不会有货归那么快 它一样可以赚钱 对不对 但是你散装就要 你就可以一段一段做 一段一段加起来也很惊人 是不是 而且其实也是可以赚蛮多的 不过两个操作原则不一样 来今天惠昂早上是继续创新高 今天121块创新高 来那早上 我们早上先获利出一趟 对不对 这已经第三次操作了 是不是 但是第三次操作一样大火全盛 早上出了之后有下来一点 那我觉得散装跟货柜操作原则 是不太一样的 是不是 那惠昂其实我们也是第三波的操作了 而且空间也是非常大 因为第一段我们从这里开始 就一路操作就到现在 第一段就41块到80块了 是不是 然后拉回以后第二波操作 对不对 再拉回以后第三次操作 所以第三次操作也是全面大 全面大火全盛 也是占非常多 那今天高档就先获利出一下 明天可能五分钟 对不对 有可能快分盘交易了 不过 当然它今天如果继续标的话 就会分盘 不过我刚刚说 散装跟货柜是不同 你不要以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 都航运股就闭着眼睛随便买 这个还是会差的 这操作方法也是不太一样 那散装我觉得就分段做 对不对 那你要知道 它有大船有小船 对不对 比重不一样嘛 那每个人比重不一样 每个人位置不一样 是不是 所以你就直接跟上指令就好了 因为你其实直接跟上来 不是蛮好的吗 直接跟上来就蛮好的啊 你看很多人想要做航运股 很多人想要做 很多人想要做这个 想上车又不敢上车 是 就像户惠很多人想上车 不敢上车 结果就一路这样看着它一路上 最后结果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常说这最后就是 跟自己钱过不去嘛 是不是 就是你该赚没赚是不是最可惜 该赚没赚就跟钱过不去啊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都是一路只出嘴巴 真的很多人是一路出嘴巴而已 对不对 涨的时候就讲一讲 跌的时候就把他骂一顿 那结果最后一毛一钱没赚到 那我觉得那就是可惜嘛 因为做股票不要预设立场啊 是不是 那摆明后面的东西就是一路上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货柜你拉回来就买 你拉下来就是买一点了 那散装跟货柜又不一样 是不是 散装你要分段做 散装你要分段做又可以扩大你获利 你懂的意思吗 你就是以货柜为主 所以那个大段的你就直接可以赚很多 然后散装为补 散装你又分段做 然后你又有进有出 又去扩大你在货柜上的获利 这样你就赚更多 这样你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啊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讲 因为你货柜可以赚 散装也可以赚啊 然后你又可以一大段一段放口袋啊 对不对 我们慧阳都第三次操作了嘛 第三大段的操作 一样导火全身 是今天也是创新高 早上一二一创新高先出一趟 对不对 那回过头来我货柜还要买 回过头来我货柜还是要继续买 是不是 我讲过那不一样啊 货柜反正你就是买 对不对 他盘中洗完你就买 对不对 因为他就是盘中洗而已 盘中洗完就上去了 那散装你要分段做 是不是 那你分段做其实跟我们很简单啊 对不对 而且跟我们都有进有出多好 你就一边可以大转航运 一边可以大转货柜 一边又可以大转散装 然后你又可以分段操作 对不对 你又可以转放口袋 是不是 来中航 中航是不是一路上 那中航我是不是 还前一天就预告了 对不对 6月23我就告诉你你要买 对不对 6月24号早上还有盘下 然后就涨停嘛 是不是 那从此以后就开始6月24涨停 6月25号涨停 对不对 假日放假回来第三根涨停 是不是第四根涨停 对不对 第四根涨停我们获利出 对不对 后面后来又涨了一点 不过 不过你就把四根涨停放在口袋里啦 那四根涨停放在口袋以后再来呢 再来我会跟你讲台航 是不是 你转了四根以后可以再来啊 所以我就说你要分段做嘛 你先转四根涨停板 把它获利放口袋 然后再转到另外一个要涨的 对不对 我说散周它可以再更扩大 你在这个航运的获利 是不是 你一边可以这样一大段一大段 那一边可以这样子分段操作 对不对 这一段里面你又可以有进有出 是不是 所以中航连续四根涨停 再四根放口袋 那我就跟你讲台航会涨 而且是还没涨的时候 还没涨要涨之前我就告诉你 你接下来可以转过去 结果转过去之后 昨天是不是涨停 昨天是不是台航涨停 是不是二话不说的涨停 今天也很漂亮 今天第二根涨停 来今天台航也第二根涨停 是不是 所以其实你分段做 很容易这样赚钱 中航四根台航两根 这也没多久 不过上个礼拜到现在而已 才多久而已 上个礼拜到现在而已 上个礼拜四到现在而已 刚好一个礼拜 刚好一个礼拜而已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这样轻松赚钱 所以我就说 所以我就说你要知道怎么做 所以我今天算是把大家很多人在问的问题 把他一次把他解答 但货柜是主角 那货柜你不要想他会 他其实不会太多拉回 他就是盘中胶带而已 盘中洗完你就要买 对不对 那散装散装就是 散装就分段做了 那散装里面因为大船 中船小船 他们走势都不一样 对不对 什么时候长大的 什么时候长小的 什么时候长巴拿马行 什么时候长海峡行 什么时候长轻便行 是不是 你不这样的话你就跟上来 你跟上来就跟我们一样有进有出 有没有 有进有出赚更多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朋友 记得赶快把握了 好那当然的话 我们接下来还要再继续来讲 接下来7月份的标股 那上半段就先把大家 最关心的航运 先跟大家说到操作的重点 那休息一下再回来看看 接下来7月份的标股 还有下半年你应该做什么 下半年你要准备什么 对不对 等一下再跟大家说 再回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商业台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欢迎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那所以这个七月份 七月份航运还是主流 还是最重要的 那航运里面我刚刚已经讲过 怎么操作 对不对 不是所有的航运都一模一样 那航运里面大大小小有不同的类别 是不是 怎么操作我刚刚已经讲过 那这样钢铁这次小钢间涨 是不是 然后再来准备会涨大的钢铁 对不对 那所以的话今天震荡震荡 今天盘中也是震荡一下 洗完结果 也会继续上去 有没有 盘中就交代完 然后又继续涨停 是不是 这就是打完底以后喷出去 对吧 在打完底之前 要喷出前会震一下 那震完以后就喷出去 是不是 所以 接下来小钢涨了之后 就要注意大钢 有没有 这就是打完底之后 它是过了以后回车 对不对 然后一样会上去 所以其实下半年 一开始你要注意的还是这里 钢铁航运 那航运 尤其是货柜 对不对 是最重要你一定要有的 一定要有的职货 所以盘中有震荡 你就可以买了 它就盘中席项而已 对不对 那散装怎么做 我刚才也讲过了 那再来你也可以 也要把握中小型的标股 不过我们中小型的标股 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说比较不是这种 很多人在讲的股票 因为有些股票筹码很多人在讲 大家大概也都知道 那讲一讲去也都差不多那些东西 所以它不见得有太大空间 但是我们的标股的话 其实非常强 来看看这个是低价 其实我们这个都低价的 那这种价位都是大家都可以买的 而且获利爆发力都很大 那这个买点快到了 三更以后震荡一下 买点快到了 所以接下来就要把握了 因为第二季的获利会非常强 第二季会非常强 所以像这种获利的话 其实终究是要反映在股价上 所以我觉得第二季其实很多赚钱机会 不是 接下来下半年 七月很多赚钱机会第二季刚过 其实你看这个时间一转眼上半年就过了 那上半年你看大家风风雨雨 应该在市场上面好多猜测 大家一路都在猜 因为上半年的时候 你看那个指数是怎么走的 中间还给你回了一下 是不是 中间的话还回了一次 那回一次还回颇胸 我记得那时候下来的时候 这里我告诉你会跌 这里我告诉你要涨 有没有 所以那时候后来你看到现在创新高 就上半年这样一晃过去以后 昨天好多人在讨论说 上半年获利多少 我看到好多网路上大家在讨论说 上半年赚多少赚多少 有的人就很哀怨说没有赚 对不对 因为一样的大盘也要看你跟谁做 也要看你跟谁做 是不是 你单单是 我们其实单六月就赚盘了 还不要讲上半年 如果要把整个上半年都加起来的话 那更吓人 那真的更吓人 因为货柜我们都已经三大段了 是不是 长荣阳明这些 对不对 都已经是第三次大段的操作 前两次也都是很可观的获利 六月更是很烦 再加上我们独门的标股 所以下半年还是要把握 所以我说下半年其实跟你也不用想太多 该喷的股票很多的 是不是 来 先来看看这个好了 也要上来了 新的电子支付交易条例 对不对 七月要上路 新的电子支付交易 这个支付条例里面 七月要上路 那当然 你就要特别注意到 我们的标股了 是不是 因为电子支付里面 有绿界有APP 今天绿界创新稿 今天绿界共盟 对不对 一千五百七十块钱创新稿 一千五百七十块钱 对不对 这当然是新贵的股票 是不是 你看看是怎么喷上来的 电子支付 那九月APP也是到三百多 也是非常强 但是我们这个双题材的标股 电子支付 人家还是国内的唯一 对不对 国内的唯一 但是股价是多少 股价就少一个零 这十分之一 三百多跟三十多 你看差多少 对不对 还有子公司是专门做 电动自行车电池 电动自行车谁 电动自行车电池谁 对不对 AES 多少钱 八百多块 快九百块 只快九百块 你看股价差多少 当然股价这个只有 三十几而已 是不是 而且获利其实还比它多 其实获利还比这个三百多多一点点 第一季还比它高 有没有 所以我们的标股 也就是要把握 有没有 昨天已经先涨停了 今天涨的第二根涨停 然后洗了一下下之后 现在是往这里拉 现在已经又拉起来了 这是获利蛮好的股票 明天除息就一块四了 不过大标股自己要把握了 好 所以还没有跟上来 记得来把握 来 赢家独享优惠 记得赶快把握了 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限评估 硬次负投资风险 请供参考